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谈到了古史之一与近代之一 还谈到了在鸦片战争前后 清政府内部 那么这各种质疑思想都相继出乡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要讲一下什么呢 叫做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 以商质疑 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 以商质疑 那么应该讲的这个以商质疑这种思想 对于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讲并不陌生 为什么说不陌生呢 因为像这种情况 那么在中国古代曾经多次发生 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封建统治阶级 只有一种利用边关贸易 来记迷 来控制周边少数民族的 这么一种习惯 或者这么一种做法 那么在 但是呢 在很多情况之下 中原地区的封建统治者 采用边关贸易 击迷周边的少数民族 防止他们对中原地区进行侵略 那么这种做法呢 很多时候并不成功 那么反而呢 会引导起周边的 特别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 对中原地区的这种大规模的 这种侵扰活动 你比方讲 汉代的匈奴 对汉王朝那么进行这种侵扰 是吧 那么唐代的像突厥 土藩 对唐王朝的侵扰 宋代的 是吧 辽 金 对于宋朝的正侵扰 以及像明代的 是吧 蒙古 瓦剌 对于这个明王朝的侵扰 那么这个秦王朝 从上海关外 是吧 入关 入住中原 那么秦王朝入住中原之后 西方国家的侵略势力 相继来到中国 那么对于中国的威胁呢 虽然比较大了 那么但是就实际影响 就它的实际后果来看 那么并没有对秦王朝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 清朝统治阶级还没有产生出 这种以伤质疑的思想 因为什么呢 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还不十分严重 没有产生出呢 非常明确的这种以伤质疑的思想 那么但是清政府 清朝统治阶级 往往采取这么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呢 叫做抗命封仓 终止中外贸易 采取这么一个办法 那么也说 当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向中国提出了一些物理要求之后 那么清政府就封仓 就是封闭外国的商船的船舱 就是停止中外贸易 用这种办法去对付西方国家 对中国提出来的一些物理要求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讲两个具体的例子 讲两个具体的例子 那么讲到中国近代呢 它有一个和讲中国古代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么中国讲中国近代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要涉及到 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 尤其是西方资本的一个国家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在讲到 清政府有关抗命封仓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一看 那么这个西方的一些情况 那么在1806年 英国 俄国 瑞典 普鲁士 组成了四国的反法同盟 就是反对法国的一个同盟 那么他们呢 从法国的拿破仑一世 在欧洲地区 那么展开了激烈的这种战争 就是拿破仑战争 那么这是在1806年出现的事情 那么这次拿破仑战争 它的影响波及到了中国 中国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1808年的8月 英国呢就借口 说什么呢 说法国人很有可能要侵占澳门 那么他就提出来 他说我要帮助澳门的 这个葡萄牙人 当时这个葡萄牙人呢 是在这个澳门 他说他帮助葡萄牙人呢 去防守这个澳门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英国人不顾葡萄牙人的反对 那么就派兵舰到了澳门 那么而且派出了军队 占领澳门 还派一些士兵 几百人 那么到了广州的这个十三行 十三行这个商馆去居住 那么很明显这是英国对中国的一种侵略 那么面对着英国的这种无理的行为 清政府认为他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那么向他提出抗议 那么这个清政府呢 就通过梁光总督叫做吴雄光 向英国交涉 要求英国呢 从澳门 从广州撤兵 后来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就决定 要封仓 停止中英之间那种通商贸易 那么当时吴雄光呢 有个担心 他这担心呢 如果停止中外贸易 有可能的影响到清政府的海关收入 吴雄光呢 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说只要英国人是吧 同意撤出广州 那么就准其开仓 就恢复这个中英贸易 那么但是嘉庆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嘉庆 嘉庆皇帝对于吴雄光的这个说法 很不以为然 那么嘉庆皇帝就说 说吴雄光啊 是敬欲以开仓建好一人 以这个开仓来讨好英国人 认为这个吴雄光呢 是不知大体 只图小利 有殿封将重任 那么因此呢 这个清政府就实行了比较坚决的 一种抗命风仓的政策 停止中英贸易 那么这个时候 英国要面临着一种选择 英国这个时候 是没有力量 对于中国进行远征的 进行大规模的远征 是吧 那么他就考虑 他长期的滞留在澳门 是吧 中英之间停止了贸易 和他长期占领 澳门 占领广州 之间的一个利比关系 那么他做了这么一个衡量之后 一个权衡之后 那么英国人 那么就决定从广州撤兵 那么英国人从广州撤兵之后 那么清政府就认为 他们采取的这种抗命风仓的这种办法 是挫败了英国人的阴谋 认为清政府 认为 自认为啊自己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那么这是一个抗命风仓的事件 那么第二次 是在发生在1834年 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出现的呢 就是在1833年 英国的东印的公司解散了 那么东印的公司派到广州的商务大班 那么也是撤回了 那么到了1834年的7月 英国派遣一个人叫做绿劳碑 派遣绿劳碑作为驻广州的一个商务监督 来到了广州 那么绿劳碑来到广州之后 他就违反了清政府的一个惯例 那么按照惯例呢 清政府的官员是不同外国的商人 不同外国的官员直接打交道的 不直接接触 那么绿劳碑来到中国之后 就要求会见梁光祖都叫做卢坤 要求会见卢坤 那么卢坤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卢坤当时认为 绿劳碑在他的国家 在英国到底是个官呢 还是个商人呢 他说这个时候我也不清楚 是吧 他说我也没有接到英国国王 或者英国政府的一个什么这个信件 咨文 本来是不打算接见这个绿劳碑 那么但是呢 这个卢坤 害怕中英之间引起一些冲突 采取了一个疏通 采取一个通融办法的 这么一个处理方法 那么这个卢坤呢 就派广州知府等三个人 就到这个绿劳碑所居住的商馆 对他进行询问 那么对他询问什么呢 主要是想问一问 这个绿劳碑 为什么带着兵船来中国 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吧 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想了解一下情况 那么但是绿劳碑 他认为他不是 这个东印的公司的 这个商务大班 他不是商人 他认为他是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的 英国政府的官员 那么因此他在接见广州 巡 广州这个知府的时候 态度非常的蛮横 那么首先他要求他坐在 就是接见这个广州知府的时候 这个正中央的席位上 那么广州知府这些人呢 要坐在旁席 那么继不回答 是吧 他到底来中国是为了什么 继不回答 是吧 那么也不让这些通事 就是当时叫通事 实际上就是翻译 也不让这个翻译呢 来进行这个翻译 那么态度很难横 那么而且呢 还指责清政府的官员 说清政府的官员呢 是固执不明 固执已急 那么态度呢 很不好 那么有见于此 那么清政府就下令 封舱 认为这个绿劳卫态度太专横了 是吧 不服从中国法律 不尊重中国的官员 那么下令封舱 停止中外贸易 那么当时的英国呢 就企图以武力来对抗 那么英国就派了两艘兵船 闯入这个广州海口 那么而且 据史料讲的是 释放连环大炮 炮轰着虎门炮台 而且炮轰了 这个杀脚炮台啊 镇远炮台 就强行驶入了这个黄埔港 那么这个绿劳碑 进入黄埔港 然后驻扎在广州的山馆里边 面对着英国人的这种侵扰 那么清政府的地方官呢 就下令 清军 包括这个广州的人民 就把这个绿劳碑呢 包围在这个英国山馆里边 封锁了大路 封锁了交通 是吧 断绝了他的什么淡水啊 粮食蔬菜的供给 那么这样绿劳碑呢 在这个广州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进退维谷 这么一个两难 这么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中英双方呢 互相做了一个妥协 那么这个妥协是这样 就是说 英国人退出广州 清政府恢复中央贸易 这个中英贸易 那么这个绿劳碑事件呢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解决 那么这个事件之后 清政府认为 自己再一次以抗命封仓的 这么一种办法 停止中英贸易的办法 挫败了英国人的这种气焰 那么这样呢 就逐渐形成了一种 以官智商 以商质疑的 这么一种对外体制 以官智商 由官府来控制商人 广州十三行 由这个商人来控制外国人 外移英国人 那么这种以封仓 终止中外贸易的 来控制外国人的 这么一种思想 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普遍性 就是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思想 那么最突出的 像顺田福尹 曾旺延 那么曾旺延就认为 对待外国人 首先在于封仓 在于这个封关 说无论何够的船只 来了中国 都不允许他们进行贸易 那么这样 这个外国人 外国商船来到中国之后 越来越多 他的货物卖不出去 他就会非常着急 叫做奇情避吉 说而且外国人 特别需要中国的茶叶和大黄 没有茶叶和大黄的话 那么他们就很难生存 那么他就要求 这个道光皇帝 下一个命令 命令中国的商民 不要同英国人进行交易 说如果外国人敢于进行抗争 敢于抗拒 那么由清政府下令 组织各种团练 由清军 是吧 来进行防守 一旦宜人 这英国人再到广州 那么进行攻击 那么他认为采取这种办法 就可以使外国人 来对清政府来表示屈服 那么这是曾旺言 有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直立总督齐善 那么他也讲过一个思想 那么直立总督齐善 在给大光皇帝的一个奏折当中 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治愈外移良策 就是采取一些智慧 来抵御外移的一个好的办法 治愈外移良策 那么齐善 他郑重其事的 就要求大光皇帝 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 叫做先威后德 先采取这种威胁 是吧 以武力 或者采取强硬手段 先威后德 然后呢 那么再对他表示这种 这种 这种这个礼让 或者对他表示这种人德 是吧 那么具体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断绝中外贸易 停止中外之间的贸易 那么等着这外国人 是吧 他们离不开的 中国的茶叶和大黄 都已经断绝了 当他苦苦向中国哀求的时候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那么清朝皇帝呢 在网开一面 格外施恩 在允许呢 同他进行贸易 恢复贸易 他说这样的这个外国人呢 就会畏微而怀德 畏微畏举你的这种威力 是吧 你的强硬手段 怀德 认为你很仁德 是吧 很怀柔 畏微而怀德 那么齐善奖 他说英国人呢 这个外国人是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和大黄的 他们也曾经想在中国购买一些茶叶大黄的苗木 回到自己国家去种植 他说但是呢 外国的土地 不适合这个茶叶和大黄这个耕种 这个种植 那么因此 中国这种丰富的物产 特别是中国的茶叶和大黄 食造物 与中土以至外移之大权也 就是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啊 是造物主 给了中国一个控制外国人的这么一种重要的手段 食造物与中土以至外移之大权也 那么这样呢 那么在这个鸭平战争之后啊 清朗佛这种以上至于的思想已经形成了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 像曾望延是属于顽固派 那么齐善呢 很多人把它称作叫做妥协派 关于是到底是什么派 在这我们不去讲 曾望延也好 齐善也好 人们对他们否定的比较多 我们在这不再去讲他们了 那么就连人们充分肯定的 说办事很干练 很精明 很注意了解外物的林则徐 那么他也没有能够 这个避免清政府 这种抗命风仓的 这种传统做法的这种影响 那么林则徐在1839年3月 就曾经呢 按照清政府抗命风仓的这种惯例 终止了中外贸易 来打击呢 破坏中国禁烟的这个义律等人 那么在1839年9月 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的一个奏哲当中 他讲到 说这英国人呢 是性奢而贪 性格很奢侈 而且很贪婪 不务本负 他没有呢 是以农历国 那么按照中国人的一种想法呢 就是以农立国 从事农业生产 这才是一个本负 是讲重农易商的 说这个英国人呢 是性奢而贪 不务本负 专以贸易求盈 以这个工商立国 是吧 通过这个贸易呢 来取得利润 那么他讲 说这个英国人进行贸易 那么很重要的什么呢 就是依赖于中国对他开放通商口岸 中国只有对他开放通商口岸 他才能够贸易 他才能够取得盈利 他才能够富强起来 他说一旦中国终止了中外贸易 是吧 那么他们的很多物品就卖不出去了 是吧 那么因此他认为 是吧 采取这个贸易的办法 是可以控制外国人的 控制英国人的 那么就是到了鸦片战争即将爆发的 1840年4月 林则许 在给道光皇帝的另外一个授折当中 仍在讲什么呢 说预移 就是控制 驾驭 预移 不外操纵两端 那操纵 操 那就是把它抓起来 拿住 纵 就是这个放手 是吧 放纵 控制外国人 不外操纵两端 而操纵 只在贸易一事 那么也说这个林则许 这个时候 是吧 那么他的思想上 也带有很大的局限 认为呢 采用这个贸易的办法 就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 那么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以上至于这种思想的错误的认识 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 而是当时整个封建统治基地的错误 是当时的 一种时代认识的一种错误 那么可以说 是清政府 一种一郎自大 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这么一种表现 那么他是一种什么呢 以自我为核心的 这么一种自我的分析 那么他充其量 是知己而不知彼 甚至呢 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是一种 完全是以自己为核心的 这么一种主观的异端 那么中外之间 这种通商贸易的关系 那么毫无疑问 是应该服从于 中外政治 或者外交的需要 是吧 这种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在现代国家当中 利用他的这种外贸政策 来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这些势力 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可以看 看一看 是吧 中国近代 从采取过 一个什么呢 就是抵制外货 是吧 来达到 反对外国侵略的这种目的 是吧 那么在现代国家当中 那么也有一些 是吧 采用经济制裁 或者一些禁运的一些办法 来达到自己国家的 一个政治目的 那么因此 清朝统治阶级提出来的 以上这一种思想 从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民族尊严 这个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可厚非的 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那么但是 让我们感到非常可惜 或者可悲的是什么呢 是清朝统治基地的 这种以商质疑的思想 它是建立在一个 封建与美无知的基础之上的 封建的与美无知 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 那么这种认识 既不符合近代国家 关系发展的方向 也不符合当时 中英之间国家关系的 一个客观事实 为什么这样讲 我的理由有两点 那么第一 那么当时的清朝统治阶级认为 中国是地大物博 土地很广大 产这个各种物产很丰富 那么中国是无所不有 是吧 各种东西都有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就没有必要 从外国进行贸易 来互通有无 那么而外国向中国进口的一些货物 结不过以供完好 可有可无 那么外国输入到中国的这些产品 都是些什么呢 以供完好 一些奢侈品 不是中国生活的必需品 说可有可无 他说 况且呢 天朝是富有四海的 乌山很丰盈 也不需要外国那些一点海关收入 清正佛是并不看重那些海关收入的 因为海关收入占的比例很小 那么大清朝 富有四海 是吧 这些海关收入可以微不足道 那么因此 出于这么一种认识 他们就认为呢 如果外移英国人 不遵守天朝的法度 是吧 向中国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 那么中国就采取 风仓 种植中外贸易 闭关绝世 采取这么一种办法 他就说这样的话 对于中国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就认为中国没有一个 从外国进行贸易通商的这么一种 这种迫切的要求 那么这是一种认识 那么第二个 他们认为啊 这个外国人啊 所吃的所用的一切 都需要依赖于中国啊 就是当时的话 叫做依赖于天朝 他们讲 说外国之 泥与臂基 就是外国的布匹啊 纺织品 啊 外国之 泥与臂基 非得中国丝金 不能成枝 就是他们没有中国的啊 这种 蚕丝 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纺织 他说尤其是啊 中国的茶叶和大黄 是这个外国人呢 一天都不能够缺少的 那么直立总督齐善 那么他讲的更加明确 那么齐善讲 说像俄罗斯啊 像什么英国呀 法国呀 这些国家 是吧 那么他们所在这个地方 叫做地土坚冈 从这气候学上讲 说他的土地非常坚硬 气候非常干燥 地土坚冈 风日燥烈 气候很不好 又日以牛羊肉 墨粉为粮 就他们呢 大量的是吃呢 吃这个牛羊肉 那么大量的吃牛羊肉 天气又很干燥 什么呢 就是食之不易消化 吃完吃完之后 就很难消化 那么怎么办 他说呢 这些人天气很干燥 在这个天气很干燥的地方居住 整天吃牛羊肉 是吧 中国的茶叶和大黄 为通常之盛样 是使他通大便的 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良药 说如果说外国人 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 是吧 那么外国人呢 就会大便不通历史 大便肝脏 那么就会导致 他们生命的危险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很多官员 都相信这么一个神话 什么神话呢 他们说 人们都说外国人是富强 又富又强 他说人们都不知道 外国人的富强 是建立在中国这个基础之上的 是受惠于天朝的 他说他们的富 怎么富的呢 是他们拿他们的一些东西 来换中国的茶叶 然后把中国的茶叶 再转卖给附近的 这些疑人的国家 因此他才富强了 是吧 他说呢 这个外国人 一天没有茶 他就会病 是吧 终止中外贸易 他们就会穷 那怎么会谈得到 谈得到强呢 他认为外国的富和强 都是建立在 与中国通商贸易的基础之上 这是当时这个 清朝统治基地的 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 那么实际上 在近现代的国家关系当中 只有当某一个国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要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的 这个经济的情况的 要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的 这种经济的时候 是吧 那么 以上之一 这种策略 才能够取得成功 那么但是在当时 中英之间的关系 这二者之间呢 基本上是互不相连的 两种经济体系 中国的经济和英国之间的经济 这二者之间 至多是一种互补的经济关系 互相补充 而不是一个国家 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的 这么一种依存的关系 那么清政府 对于中英经济关系的认识 很明显是错误的 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 决定了清政府 对外政策的错误与失败 就清政府啊 这个对英啊 他的这个政策呀 遭到失败 和他对于这个中英关系的认识 这种错误 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在鸦片战争前后 是吧 那么清政府面对着英国的侵略者 是吧 再次的 模仿着以前的这种 封关 是吧 抗命封仓的 这种成功的先例 以前他们认为 采取抗命封仓的办法 取得了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 还希望再次 采用这种办法 他们还在天真的以为 再次抗命封仓 那么英国人 就会向中国求饶 是吧 就像就会 向中国 是吧 来表示驯服 那么 但是 这个时候的新政府 他没有考虑到一点 没有考虑到什么呢 说这个时候的英国 已经不是往日的应急力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已经下决心 要采取 尖船力炮的手段 来打破新政府 原来的 以官智商 以商质疑的 这么一种广州体制 绝对要采取武力的 这种办法 那么正因为 清朝统治者 以商质疑的思想 是建立在一个 恩贝万国 军灵万国的 这么一种错误的认识 基础之上 那么再加上当时 清王朝 军被废驰 是吧 国力衰弱 那么清政府的这种 以商质疑的思想 在英国的 尖船力炮的打击之下 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败下阵来 那么清政府的 这种终止中外贸易 抗命封仓的 这种办法 那么不但没有能够 达到质疑的目的 反而进一步的激化了 中英之间的矛盾 那么引发了 中英之间的战争 加速了中英战争的爆发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个 以商质疑的问题 另外的其他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讲 这种一定是 很值得的 这种人计刑的 会不会太行 虚似的